茶 茶有讓人感動 讓生活變美麗的力量 茶可透過不同的沖泡方式 和有趣的各種拼配 產生細膩而深邃的風味 台灣茶的歷史 風土 傳統 經過時間的推移 綻放出各種不同的精彩面貌 聯合開怕 獨享時光 我是主持人李承宇 今天節目要來跟我們聊茶的來賓 是台中暖暖私房的視察師張書榮 我總覺得喝茶懂茶的人 都有一股仙氣 先鋒盜骨的那種仙氣 但是書榮的仙氣屬於另外一種 有一點時尚 有一點叛逆的仙 他甚至把茶蒸餾成透明 歡迎書榮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書榮 書榮你有國際視察師的資格 平常除了交茶 也替像是文化部 兩廳院 雲門這些單位 策展過茶相關的活動 你甚至在日本擔綱過茶會的茶師 我覺得要被京都人認可 實在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我跟書榮認識是在她的一場透明茶的茶會 先跟我們聊聊透明茶這個概念好了 我覺得很大膽很前衛 其實我還是專注在傳統的茶品的選擇跟教學 但是透明茶是一個很特別的契機 其實當初是我的一位很優秀的好朋友 他是和狗子師傅 金格 他有買了一台蒸餾機器 他就跟我說 我們一起來測試 一起來試試 我們做了幾次的測試之後 發現我們同時蒸餾了茶跟咖啡 意外的做出了一款全透明的茶咖啡 然後對不僅就是保留了茶的風味 也保留了咖啡的風味 因此就讓我去思考 是否要繼續去做研究 那我現在就是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我自己用了一個更傳統的方法 慢速的去蒸餾 讓這個透明茶的細節可以再更多一些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你手上端的一杯東西 是像水一樣透明 但是你喝到嘴巴裡面 你會發現是茶的味道 是咖啡的味道 這種讓我們的感官很錯亂的一種東西 但是我們講說品茶 我們這種門外漢 我們都會知道說 我們要比如說什麼關湯色 你把這些顏色抽掉 只是輕輕如水這樣的東西 很顛覆傳統的這種對茶的 一種欣賞的標準對不對 是 其實主要的重點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重點不再拿掉顏色 而是主要是希望把茶 可以跟其他的媒介做解合 比如說酒或咖啡 是 那如果你沒有透過這樣的方式 很容易茶的風味就會被掩蓋掉 是 所以其實把它融合 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我在說你一直想把我們傳統對於茶的刻板印象把它給拋掉 比如說你會想辦法把茶弄得透明 或者是說把茶當作是調茶 或者是說你做茶酒 把茶打進更年輕的世代他們的身體裡面 我把茶不當作茶 那它是什麼 而是一個食材 就很像主廚 他去認識這個食材 食材要如何料理它 其實對我來講 茶呢 它跟料理食材有共通性 比如說像風味很多元 質地的感受不同 還有每一季的季節風土 我也很希望運用這一些元素 去做一些不同的調味跟搭配 但這跟我們傳統上 對茶的欣賞 或者是品評的概念很不一樣對不對 你這樣會在你們那個圈子裡面被大家質疑嗎 其實我覺得不會耶 因為我發現現在越來越多人也加入這個行列 就是像現在很多酒吧 也很多所謂的茶酒 是跟我們解釋一下茶酒是什麼 你怎麼調 我的做法可能跟其他的調酒師相對的有一些不一樣 因為你會從茶出發 對因為我常常其實在 不管在台北啊台中啊高雄台南 各個地方的酒吧 我都會去喝喝看不同的調酒師 他的茶酒 後來發現對於調酒師 他茶可能是元素之一 嗯是 可是對於茶人來講 會希望可以凸顯茶的風味 比如說這一杯寫了鐵觀音 我們就很希望可以喝到鐵觀音的風味 是 所以我後來自己調出來的茶酒 相對來講 茶風味會相較凸顯 如果我這一杯調酒 標榜是鐵觀音的這個茶酒 結果沒有鐵觀音風味 這不是調酒師的詩質嗎 我以前 我覺得很多人以前會這樣子去認定 可是我後來反而不會這麼覺得 我會覺得 調酒師把茶當作其中之一元素 並沒有對錯 嗯 其實他可能是和緩這整個 他的body 跟這個整個酒的氛圍跟氣質 但是呢 其實我覺得各有各的欣賞點 是 這種算是茶酒 就是說我們在調酒裡面 參入了茶的元素 那你所謂的調茶又是什麼 調茶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嗯 我在日本不管在東京或京都 是 時常在去他們的茶空間就會發現 他們為了推廣所謂日本的煎茶 抹茶 他把他們做很多不一樣的嘗試 比如說結合紫蘇啊 是 然後或者是結合一些水果 比如說水蜜桃等等這些 那也有茶與茶 比如說玄米茶 抹茶跟煎茶 拼配在一起 我自己喝過我發現非常有趣 我覺得台灣茶其實也很有條件做這些 因為台灣茶的風味非常的多元 嗯 對那層次也很多 甚至台灣是水果王國 我覺得他都是可以做各個面向的嘗試 甚或是我們曾經也做過大吉林跟東方美人茶的拼配 嗯 有的時候取決在於 比如說有一些他可能是花香 前段花香比較明顯 是 可是他缺少了果香 這是相對需要技術 你做各種嘗試 就像我們做茶酒一樣 不是每一個雞酒都有辦法迎合所有茶 我們其實也嘗試了非常多種才最後成功的那幾種 可以給我們一個成功的例子嗎 比如說好了 就是像我大部分其實會蠻喜歡用勤酒 我自己在嘗試各種不管是伏特加或者是勤酒 各種酒類去做茶酒的時候 然後發現如果我選擇比較相對特色個性比較沒有那麼複雜的勤酒 或者是伏特加 其實我用很多方法 我相信調酒師也知道就是infuse 或者是用煮的方式啊 或者是用舒肥的方式等等這些 其實我不一定某一款會用某一個 我就是做實驗 各種都會做實驗 也曾經受綠茶的infuse 然後也有像我自己曾經也做過 鳳凰丹蔥 你們想得到的所有茶 基本上我都試過 你都實驗過了 對我都試過 台灣的紅烏龍 有一支我們是跟勤酒去做搭配 對然後做熱處理 然後我覺得其實台灣茶真的層次風味很優秀 只要你把本身的茶 我們自己選的茶是通常品質上風味上都很豐富 所以出來的調性 反而我自己的一個好朋友調酒師他喝到也覺得 怎麼有辦法把這個細膩的層次風味給表現出來 因為你是從茶出發對不對 對所以我的調酒基本上它相對成分很簡單 不複雜 因為有些調酒它可能是好幾支酒去混合 我的沒有我的就是非常簡單 但是凸顯茶風味的香氣層次 所以這樣的一個用茶來不管是調酒 或者是茶本身自己的拼配調茶 有在台灣比較年輕的族群裡面 已經開始有一股趨勢了嗎 我覺得大家對於拼配茶 可能還是存在於一點點的誤解 因為大家以前都會覺得說這個茶一定是某一個品種 然後要很厲害我們就這樣喝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 像我自己的學生相對程度他們希望更認識品種 比如說紅茶它有紅韵 紅韵阿薩姆跟山茶 各個品種它各自的特色到底是哪些 那其實這樣的喝茶法我覺得是很棒的 拼配反而是我覺得是當你意識到某一些純茶發現 它可能因為存放或者是因為它本身的特性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可以用另外的元素去補足它 那我覺得再去做拼配茶相較來講會比較好 把它拼到一個完美的程度 就是去進行自己喜歡的路線 所以你有觀察到現在台灣年輕人喝茶的一些習慣或喜好嗎 其實跟以前很不一樣 我們都會聽到比如說我們的學員的爸爸說 每次茶都買好幾斤 甚至整車叫過來 喜歡的話就這一季的春茶買一堆這樣子 但是現在的學員其實他會希望 比如說我可能一千五的預算 可是我可以買到三款茶 這要怎麼樣去滿足這種需求 所以現在很多做小量客數的包裝 有趣的是他在認識茶的過程中 他可以今天喝比較清香型 隔天喝比較濃郁 然後再去認識不同的品種 其實我覺得對於現在喜歡多元跟長鮮的市場來講 其實也是一個蠻有趣的方向 我知道你也有在嘗試這一方面的努力對不對 你的香粥香氣的香 然後粥傳的粥 對這是我的新品牌 其實應該大家都還不熟悉 這樣會不會很麻煩 因為以前我可能只要單一品項的茶 處理就好 你要做這樣的工作 讓大家有更多元的選擇 你自己就要很忙的去找一堆茶對不對 對因為我們其實這個品牌蠻希望可以 預計是到達大概一百甚至一百多款的茶品 原因是這樣 我其實把它小包裝 甚至我們做麻布束口袋的這種新式包裝 也是因為我非常喜歡旅行 我覺得在我們每一次旅行跟朋友 跟國外的朋友去做分享的時候 它是蠻有趣的一個方式 因為客數我們都已經把它盛裝好 所以對於有一些希望可以簡單泡茶 無腦泡茶的消費者來講 我覺得相對容易 這跟我們平常在喝的茶包有什麼不一樣 感覺起來我們也是一小包茶 然後就放在馬克杯裡面 的確我覺得馬克杯喝茶 其實也是我的日常 真的馬克杯你是試茶師欸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會有既定印象 覺得說好像茶師就一定要茶席喝茶 對啊茶席要擺得美美的很有氣質 然後人家穿得很這樣一身宿鏡 我覺得茶還是要回歸到生活面 就是茶是很生活的 不需要去框架它到一個這樣的檔次而已 對我覺得其實喝茶它像我們做的茶包 一樣是茶包 可是我們選的是原葉茶 那原葉茶基本上跟我們沖泡茶的茶葉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把它變成一個適合現代人的品飲方式去讓大家方便 那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不好的方向 反而我覺得是希望讓大家真真正正的去認識 什麼叫做台灣茶 什麼是紅烏龍的味道 什麼是東方美人茶的味道 因為有一些時候我喝到某一些茶包真的是不太正確的味道 講到這個那我們順勢來聊聊台灣最近流行什麼樣的茶 到處都喝到紅烏龍 那我就想紅烏龍它是烏龍嗎 還是它是紅茶 那它跟東方美人又有什麼不一樣 中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了 其實台灣我覺得很幸福的地方就是因為台灣位於產區 所以你要接觸到各種茶品都很容易 我自己接觸到的是各個茶品都有擁護者 都有喜好的人 但是如果要說這近幾年流行的趨勢來講的話 我發現白茶的確是這幾年蠻意外就是新興的 因為早期比較沒有這個路線 台灣白茶因為白茶它本身在表達品種味是非常明確的 可能在於現在尤其我自己接觸很有趣 就是喜歡喝淺焙咖啡的客人其實蠻喜歡喝白茶的 口味比較清淡一點 這是我意外就是我的客人學生得到的一個小小數據 所以你會把咖啡跟茶的一些風味或喜好拿來類比 我會好奇就是什麼樣的人喜歡什麼樣的茶 這個很有意思耶 跟我還在這個人格分類很像對不對 但這其實就是大數據而已 然後還有時代 所以你在像我這種IMPT的人喜歡喝什麼茶 我沒有研究到那麼細節 但是有可能因為他的工作 或者是他喜歡喝的酒的風味或咖啡的風味 會影響到他喜歡喝茶 這個很有意思耶 可以多給我們幾個例子嗎 可是這個應該是說 你的觀察我知道 它沒有絕對 可是我覺得很有趣是像 比如說長期喝茶的消費者 他就會比較畏懼甜味 所以對於帶甜的茶品 他就會很不習慣 哪些茶品帶甜 比如說像我們自己 我們店裡面有一個黃金紅玉 它是整個後面會有很濃烈的麥芽糖香 這其實在於我們一般大眾市場是非常非常討喜 可是如果長期喝茶的人 其實他喝習慣 比如說早期的包種茶 東頂烏龍茶 或者是高山茶 其實這些都是帶香 但是甜它是隱隱約約 所以對他們來講 太過濃烈的甜茶 他們會覺得 不習慣 對 所以現在市場上面 討好的是這種有帶甜的韻味的 倒也不是 應該是說 我也很意外 就是我在做 我最近合作的那個教育訓練的分享的時候 我有詢問 然後發現 奇怪 現在大概二十幾歲的這個消費族群 是 女生竟然都喜歡喝 比較木質調 然後沒有帶甜的風味 可能剛好是那一批人的這個數據 但是我發現可能大家有一些健康意識 或者是不要吃太多糖 這樣的意識 所以反而大家的取向 會不太一樣 是 所以說你是教他們擺茶席嗎? 其實我們應該是說 那個CAS是我們在歌劇院 台中國家歌劇院 我幫他們做一個品牌的茶的規劃 那除了品牌的茶規劃以外 就是Menu的選項 然後包括一開始的茶具設計 對,怎麼樣設定那些茶具 進而到他們員工的教育訓練 雖然我們剛剛聊到了茶席茶會這個東西 我每次看你的 不管在臉書上網站上面 你們擺著茶席 或者你們辦著茶會 感覺就是那種很有氣質很時尚 然後大家就穿著美美的 跟我們既定印象裡面 要穿這種比較肃靜的 初步、麻布 感覺起來就是很先鋒到骨的 感覺很不一樣 這是你的風格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是 我的學生來學茶的時候都會問我說 老師,泡茶一定要穿白色嗎? 這是傳統茶人給我們的感覺 對,但是我會回答他們 其實應該說每個老師的訴求不同 但我的訴求會比較偏向於 我希望大家去想 可能某一些服飾會對於專業感會有加分 可是我會覺得說 今天我們泡茶可能在各種不同的場域 那如果說你符合你要表達的 還有你的環境空間 那是適合那個空間跟環境的穿著 基本上我覺得只要是讓你覺得舒適 讓你整個身心是舒服的 可以好好泡茶的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好的服裝 有可以給我們想像的例子嗎? 我覺得都可以啊 其實大家如果從Instagram看到我的穿著 或者是我學生的穿著 基本上我們沒有任何限制 就比如說大家去想喝咖啡跟喝酒 需要有服裝限制嗎? 基本上是沒有 那我不希望給查一個這個框架 有人覺得說你們穿的美美的不專業嗎? 我不會 其實我反而前陣子有一個北京的網友 他私訊我 然後還打了那個微信給我說 他是做服裝品牌的 他反而跟我說他很喜歡我的風格 那他覺得事實上這也是他要的方向 相對來講可能他在那邊 接觸到這樣子的路線比較少 所以他也會詢問我 是不是可以合作啊等等這些 有所謂的制服啊 麻布衣啊 我覺得也不是不可以的 就像有的人很喜歡穿制服一樣 那有些人不喜歡穿制服 想要有個人特色 那我覺得都是很開放的 所以來跟我們聊聊茶席 為什麼要擺茶席 我們用馬克杯喝茶不好嗎? 我一直覺得擺茶席 茶會其實跟Fight Dining很像 比如說整體的節奏啊 風味的追求 或者是創意的表達 或者是像器具的選擇 是選了哪些器具呢? 還有美感的詮釋 這些環節其實你去想 不管在發餐 或者是在我們的茶會茶席 它似乎都有相應的元素 像器具的選擇 對我來講就是特別特別重要 所以我們在泡茶的時候 你最襯手的茶具會是什麼? 其實這個要看我喝什麼茶 比如說好剛剛聊到的紅烏龍 我覺得紅烏龍有分 比如說今天如果是夏天 你可以把它泡得清雅一點 那冬天你可以濃郁一點 那你選的茶器就不一樣 比如說可能在夏天的時候 我可能用瓷蓋碗去沖泡它 是 如果說是冬天的話 我可能用桃湖 或者是密度比較高的 像是朱泥湖 同一款茶嗎? 同一款茶 同一款茶 感覺起來以前我們的印象裡面 會覺得說像泡紅烏龍這種 確實是桃湖 朱泥 感覺起來能夠把它泡到一個最好的程度 你說直的蓋碗 我們就泡泡包種就算了 那個香氣就算了 同一種茶 用不同的茶具來泡 泡出來的不同的滋味 這樣是現在的審美觀 其實應該是說我覺得 我都會告訴我學生 泡茶是靈活的 不要把自己框架在一個受限的環節 講一個小故事 是我曾經辦了一個小茶會在台灣 在結束的時候 我分享 因為已經凌晨一兩點了 茶會可以辦這麼久 我這些日本朋友 日本朋友都很愛喝茶 那我開了一個 我捨不得開的東方美人茶 但是我沖泡的過程中 包括呈現出來 都相對來講不是我滿意的茶湯 那當時我就心情很不好 我就覺得說我自己沒有表現好它 我覺得這個態度跟氛圍呢 也影響到整個茶會 就是大家會發現我好像有點 心情不好 對 可是這個小故事 也讓我提醒了學生就是說 其實沒有所謂的好的茶湯 應該是說 我們有練習好的標準 我們自己的標準 可是有的時候 這個框架不要去設限 不要去綁住它 那盛獲室就是說 剛剛整個茶 為什麼夏天這樣泡 那我也是教學生說 茶不要去擠 紅茶要幾度 要什麼時間 而是你要去觀察 紅茶它是用什麼樣的品種去做的 比如說它葉子是大還小 用這些元素去判斷 就好比今天一條魚 它如果夠新鮮 其實清蒸就很好吃 茶它的狀況是如何 它是牙尖的 還是它是草木型的大葉種 都是我覺得可以去變換 因為現在很多枝茶師都會用不同的素材去做紅茶 或做其他的茶品 是 那萬一你沒有靈活的去思考的時候 哇那你的泡茶法可能會受限制 可能會泡不出它的味道 所以這是茶好玩的地方 對 還是說現代人其實把茶玩的很多樣性 其實我覺得是大家好像沒有特別去理解 茶本身它也帶有風土 它也帶有年份 然後它也帶有很多這些 酒也有咖啡也有的元素 所以像是我自己在教學策略的茶 不是只有台灣茶 甚或是印度茶 或者是日本茶 韓國茶 或中國茶 是 這麼多元的茶風味裡面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感受它的有趣的點 對 因為其實它不比其他的飲品來的遜色 既然講到東方這麼多的茶 可以來聊聊好 除了台灣之外 我們的一些鄰近的地區 你說日韓也在喝茶 你說中國大陸也在喝茶 那整個東亞的大家喝茶的流行趨勢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每個國家有所不同 像比如說中國他們其實在近幾年 在於茶的發展上他們比較取向於傳統的茶葉復興 是 比如說傳統的茶席 傳統的視覺 那還有這個文化本身它可以發展到的程度 其實他們甚至或是他們的茶會茶席 都把它做得很像電影畫面 也都很完整 如果是像日本的話 我看到的面相更多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他們為了把日本茶 因為早期日本茶它相對給大家很大的距離 差幾 差幾 然後 一期一會 對 因為我自己也學過日本茶 摩茶道 要穿著和服 點茶 對啊 你看他們都會穿和服 對不對 對 再者就是那些器具都好昂貴 那大家就很有距離感 甚至我曾經在台灣辦過一個日本茶的活動 結果其中有一位日本朋友也說 我第一次用茶碗喝到茶 喔真的喔 對 因為它這不是一般民間的會接觸到的東西 是 那所以呢 現在日本茶它不管你在東京的表參道 或者是很多其他地方 甚或是京都 都很多是它用相對來講 像是fighting的形式 茶點心一套一套 慢慢上 茶人在你面前泡茶的這樣的形式 去做一個很好的新式茶文化的發展 你覺得這有可能在台灣流行起來嗎 其實我不得不說 其實這是我的願景 我一直很希望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做這一塊 因為你看台灣 好我們說今年2024米其林 他們在訴求的一個焦點就是 台中的minimum 所謂的全世界第一間冰淇淋套餐店 拿到新級餐廳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這種冰淇淋也好 或者是盤式甜點也好 板前的盤式甜點套餐的店 一開始也是在比如說在東京流行 或者是在歐美有一些流行這樣的店 但如果能夠在東京表參道 我有一個可以喝到好茶的地方 然後吃點點心的地方 那這個流行會不會流行到台北 或者是台中高雄等等 我期許它可以 它可以流行 因為畢竟我覺得台灣茶 真的不輸其他國家的茶品 它也是非常有層次風味 所以我自己真的 我也跟很多人說 我蠻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到 甚或是這一杯茶 就像我有研究的透明茶 或者是茶酒等等這些 是不是可以在那一杯裡面 喝到一道料理的概念 這個也是我覺得非常難 可是我希望可以試試看的 剛剛講的像這樣子板前的甜點 像我自己暖暖私房的品茶 它也是板前的品茶方式 但是是以茶為主角 所以我覺得都是有可能的 更多人能夠認識 透過這種方式來認識 更多台灣的一些茶的品項 對 可能台灣我覺得有一個面向是 首要領因為很多 可能大家對於茶的價值性 會有一個問號 但是我覺得事實上 茶的品質不同 它的價位是差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換一個面向去想 就是或許可以試試看 喝喝看其他價位 或其他體驗方式的茶品 這可以再跟我們聊深一點嗎 比如說我們是怎麼受 手搖引的茶品的影響 像是比如說 像我們另外一個空間 它就是面對大眾族群的市場 那我們就發現一個面向就是 在那一家店裡面的包種茶 是相對來講是比較沒有人去點的 那我們就回推一直在想說 它單價也不是高的 但為什麼大家會比較少點它 後來其實我們思考了一下發現 有的時候手搖引的價位 比如說金軒茶 可能一杯只有多少錢 幾十塊這樣 對 那它會覺得說 或許金軒就是這個價位 我為什麼要花幾百塊來喝金軒 對對對 但是其實當我們深入產地 制茶師的工藝等等這些 其實就跟我們很多食材一樣 就是它的栽種 它的堅持如果不同 它相對的有一些其他的成本在裡面 如果我們可以去正視看茶 它也是有各種用心的地方 那不是只有某一個價位去決斷 它的品質跟它的一些面向的話 我覺得其實事實上 茶可以讓大家重新去思考 那我們一般人 如果我們要把茶泡好 或是很簡單的喝到 感覺起來有一點品質的茶 有點水準的茶 不管是說我們剛剛講到的茶具 或者是說我們怎麼樣選擇 符合自己個性的茶 你會有什麼建議 比把茶包丟進馬克杯裡 可能再好一點的這種 欣賞茶的做法 我早上就會這麼做 我早上其實我會刻意用馬克杯泡茶 然後配早餐 我的日常其實沒有像大家想像說 就是每一次 一早起來就白茶洗 對,我反而會喜歡用各種方式去喝茶 因為我也想知道 大家用一般的方式去喝到這款茶 會喝到什麼樣的滋味 但是你泡的一定跟我泡的不一樣啊 馬克杯耶,應該可以一樣吧 但是我覺得米其林三星主廚在泡泡麵 一定會比我泡泡麵好吃啊 他們一定有他們的那種 好,步驟跟 對,原理那種餐飲的專業 那如果說這個部分要有堅持的話 我的堅持是會在水的部分 水的部分 對,因為的確我曾經有一堂課 我請所有的學生把家裡的水帶過來 大家各個家都會裝不同品牌的過濾器 是是 很意外的會發現 經過過濾器出來的軟硬度 基本上它還是高的 對,因為我們有用我們的TDS去做測試 然後後來發現 其實這樣子中硬度的水 其實它有它適合的茶品 是什麼? 我很想知道 沒有沒有,應該說 我還是建議就是台灣茶 如果你要走比較柔和的調性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宜蘭的水來泡 宜蘭的水 宜蘭的水特別好 軟硬度來講 比日本的水還要低喔 所以宜蘭的水是指 從宜蘭的自來水管流出來的水就好嗎? 沒有,其實應該說 茶圈有喜歡的礦泉水品牌 喔,我懂我懂我懂 就像咖啡圈可能也有喜好的品牌一樣 是 月叉這樣 波叉 波叉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也期待茶湯的穩定度 跟你想要的調性的話 那當然可以這麼做 但是我覺得沒有那麼嚴格 就是我覺得日常的水 其實去泡茶 基本上應該也還好 就是不要去用 但你剛剛講了我們就會有遺憾啊 遺憾,怎麼樣的遺憾 沒有辦法泡到最好 我覺得 那就告訴大家 那就是可以試試看用軟水泡茶 應該這樣問好了 適合泡台灣茶的水 硬度質 軟硬度應該是要到多少 像我們自己在使用大概12 12 TTS12 當然這是TTS嘛 因為它那個礦物質含量其實還是會有不同 那所以像我自己希望我的茶會活動一切穩定的狀態下 我就會固定品牌的礦泉水 是 其實這很有趣 像比如說我們在香港 中國 或日本 這些地方 不同的地方水都不一樣 對 但是考量到還有一點就是 這些地方的人 他的喜好 像我的香港朋友 他們就特別喜歡用富維克 富維克是法國的空間水 他印度其實非常高 可是這也回推 他們其實泡中國茶 普爾茶類型會比較多 那所以用這樣的水品是很合理的 他們可能喜好的也比較濃郁的這個茶湯 所以如果我在台灣泡普爾的話 我會找一些比較硬的水 其實你泡台灣茶也可以用硬水 這純粹在於你自己個人的喜好 你茶湯要呈現比較軟甜 你相對來講適合軟水 那如果說你要有點個性 把他的菱角泡出來 甚至他的這些苦啊色味啊 甚至這些風味都比較清晰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用一些硬水是可以的 那我們還有哪一些 比把茶包丟進馬克杯 再高階一點的泡茶方式嗎 我自己的話都會推薦我的學員 就是可以在家裡備一個瓷蓋碗 像我自己早上 不一定要紙紗糊 我覺得瓷蓋碗其實非常非常好用 其實我自己的所有茶具裡面 我最頻繁使用真的是瓷蓋碗 其實現在包含泡鳳凰丹蟲啊 鹽茶這些 其實用瓷蓋碗都是可以的 像我早上有的時候馬克杯 但有的時候如果是純茶葉的話 我就是拿一個大的馬克杯跟一個蓋碗 然後直接把所有茶湯倒到馬克杯裡面 那你就不用就是慢慢小杯小杯喝 所以我們試茶師還是有貼近我們俗人的生活的概念 你不要這麼說 因為其實就像我也會吃夜市小吃 也會吃Find Dining 一樣的 所以喝茶可以很生活 當然很生活啊 講到這個吃小吃跟吃Find Dining 現在都很流行茶搭餐 說你有替台中歌劇院裡面的餐飲空間實境來設計佐餐茶 你可以給我們幾個你對於茶搭餐的想法概念嗎 其實應該說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主觀的表達 就是pairing這個概念 真的嗎?所以你沒有一個大原則 有有有我自己有自己的原則 但是這個原則是在於我自己的喜好 比如說我可能想要凸顯某一個風味 或者是我要走哪一個調性 其實pairing對我來講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你的追求 你追求的程度到哪裡 怎麼說 假如你是只是追求這一個餐跟茶搭配的協調性 這就很不容易了啊 對其實協調性就不容易 可是因為可能我曾經就是有吃跟喝過一個搭配 它是可以蹦出另外一個滋味在口腔 是什麼? 我有一次在祈福縣 日本祈福縣的一個陶藝家的空間 那當時的茶會 其實我們邀請了東京那邊很厲害的甜點師來 那一次真的很特別是 這些甜點師針對每一個茶席去設計甜點 是 那所以這些甜點師真的都有喝過這些茶 然後去做思考 而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是一款鳳凰丹蔥茶 熱的 然後它去搭配了一個冰淇淋 哇 這個冰淇淋很 特別是它是香草冰淇淋 然後上面會有醃漬的柚子絲 它的底層是蛋白餅 意外的點是在於我在邊喝這個熱茶 在邊吃這個冰淇淋跟柚子絲的時候 它在口腔裡面呈現出另外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風味 而且很香 這個也是我自己在思考 比如說可能中菜啊 然後它有沒有可能性啊 那辛辣的食物啊 會不會有可能就是有一些不一樣的搭配 它有沒有可能更加分 或者更凸顯哪一些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是追求的問題 那中菜或台菜呢 我們平常接觸到最頻繁的這種菜系 能夠搭茶嗎 因為感覺起來茶吃完一整桌很油膩 所以我們要用茶來解膩的這種功能 但現在大家對於T pairing的追求 一定不只這樣 中菜的部分我會比較考量到 因為它可能有醬汁可能有醬香 然後有可能它有煙燻味啊 或者是礦石味、泥土味 或者是什麼乳酯味 到底這些風味它如果用唇茶去表現 是否可以 其實我覺得我考量的點會非常多 比如說可能用餐環境如果是紛亂的時候 你的風味是不是要濃一點 你吃中菜館哪一個不分亂 對 你跟我說 沒錯 所以在於這個茶 這杯茶它的濃郁程度 我自己覺得 可能這就跟法餐 只是安安靜靜的 會可能那個濃的程度會不一樣 但這個是我個人的喜好 需要更濃一點 對 像是比如說 這個茶到底要用哪一個溫區去給客人 比如說它可能是冰的還是常溫還是熱的 跟菜有不一樣 我覺得跟你那道菜的想要 應該說主廚想要的方向 我必須要去跟它搭配 那這樣就會影響到比如說溫區、溫度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口感上 比如說要不要帶泡泡 對因為那個完全會不同 有氣泡它會凸顯香氣 這個香氣對於餐的搭配有沒有加分 這也是一點 我自己覺得日本的茶長花 這個米其林餐廳 它就是相對來講更是以茶為主 它用不同的沖泡茶法 然後去把每一款茶做它要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包含比如說地獄文化 比如說我現在在幫哪一個國家的主廚做這個料理 或者是他有沒有想要表達 哪一個路線 比如說它可能這一季的菜單 它可能是日本 我就可能會偏向選日本茶多一些 或者是說整個茶湯表現線條 比如說它可能會比較溫潤呢 還是比較有骨架感 因為骨架可能把多凸顯一點酸跟丹寧這些出來 所以我們用茶可以凸顯酸跟丹寧 可以的 我還以為只有葡萄酒能夠在做這種事情 其實可以茶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靠你的沖泡手法 去改變它整個質地跟感受 因為有一些比如說我們的黃金紅玉 它在熱泡的時候 它會非常凸顯它的紅玉的薄荷跟肉桂香 可是如果它一旦降溫了 很多一般消費族群不喜歡的肉桂薄荷會降低非常多 然後凸顯尾巴的麥芽糖甜 那它可以配什麼菜 我覺得像是相較來講偏鹹感的肉品 東坡肉 紅燒肉 對 比如說東坡肉來講的話我就會分 可能比如說冬天 我可能 maybe就是會覺得可以搭 可能Shopware或鐵觀音 那如果說像剛剛提到的 比如說紅玉或紅韵 我就會覺得可能夏天 然後紅玉呢 差別是什麼 夏天跟冬天配的茶要不一樣 我覺得對於廚師來講 冬天做東坡肉跟夏天應該一樣 我覺得這也是我個人的一個經驗值 曾經我喝到一個早餐店的紅茶 那我當時 是阿姨會說你美女的那種早餐店嗎 對 然後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也是好奇嘛 那喝喝喝發現 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它怎麼那麼甜 我說阿姨是不是今天把那個甜度調太高了 可是後來發現不是 其實是因為已經轉換季節了 我當時是冬天轉成春天的這個時間 那你會發現其實我們在冬天 感受到的這個甜 跟夏天感受到甜 會是不一樣 可以接受的程度不一樣 所以你是有跟阿姨求證過 你真的沒有加特別多 對 我有問她說 這個甜度有變高嗎 她說沒有啊 然後我後來自己也做過一些 就是我自己感覺的測試啦 對 然後發現 的確在 比如說像我們在冬天可能會比較喜歡吃 比較重口味啊 是 麻油雞啊等等這些 是 那夏天你就會比較喜歡清爽 是 涼感 麻油雞你要配什麼茶 麻油雞為什麼要泡茶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其實 像麻油雞已經很豐富了嘛 那尤其麻油香 因為我自己也特別喜歡 那麻油香已經很凸顯了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配茶的話 我覺得可能 因為我是屬於比較容易照熱 那我就會覺得說 他可能帶一點涼感的茶品會比較好 嗯 對 就是有點微降火氣 那這就是功能性的思考 跟樹榮聊了這麼多 我們聊到了茶席的美感 茶席的個性 茶席的氣氛 樹榮說我們要根據每個人不一樣的需求 或者是喜好 其實並沒有一個很自視的硬性要求 那樹榮也跟我們聊了很年輕的 很時尚很流行的茶酒調茶 這些很熱鬧的品項 很好奇樹榮你要如何讓你的學生 或者是像我們這些消費者 喝茶的人 在這種很熱鬧很時尚很前衛的做法 那之後能夠沉澱起來去更深入了解茶的世界 這又回推到 其實我很在意大家追求的是什麼 比如說 有些人把茶看成是他的茶修 修身養性 那有些人把茶作為他的娛樂 或者是放鬆 那有些人又把茶當作是他一個藝術的傳達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 像我就跟學生說 我們的整套課程 但是呢 你不一定要全部上完 其實針對你自己所要的需求 那像我現在 其實美感這一塊 我們還是在於本身基礎的茶 要泡好的這個基礎上去看 明年其實是我們品牌賣進第十年 我其實也規劃了希望帶學生到海外去做一些茶會活動跟品影的這些項目跟認識產地等等這些品種其實是到最後大家其實洗茶到一定的階段 我覺得可以在更深入認識的部分 因為你了解了食材了解了這個茶品 你才知道怎麼樣去詮釋它發揮它 如果好理解的話就是你把它想成就是食材 你更了解產地風味 然後製茶師的理念想法 那我覺得其實它可以作為你生活的一部分 禪宗有一樁很有名的公案叫趙州茶 不管什麼人來都叫他去吃一碗茶 現代人也很需要來一杯茶 不管是鳳凰丹蟲還是透明茶 不管你用馬克杯泡還是你用蓋碗泡 今天謝謝暖暖私房視察師張書榮來跟我們聊茶 也謝謝聽眾朋友陪我們到最後 謝謝 上網搜尋vip.udm.com 到聯合報數位版看更多精彩的報導 deb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